听刘大哥说到这儿啊 一直没多说话的孙大姐 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这刘大哥本以为坦诚自己的感情经历 能换来孙大姐的同情和好感 谁想到啊 在这个问题上 俩的意见那是有明显的分歧呀 你这以后再找媳妇都得学会 你得听媳妇的 你跟媳妇对的干不行 你跟对干 你再整十个媳妇你也整不住啊 我比较听话 我从来不跟得 完了在那不知声 你你你 他对我骂我都不知声 骂呀那你更难整 他不是说的你知道吗 两人两口有毛子吧 直接说 别吵吵 你咋回事 我咋回事 我不会说我会做 但有些时候吧 话也得说 光做也不行 别人不知道你咋想的 我说这话你应该往心里去 对你以后绝对是有好处的 他这是给我上课呢 就说如果我还是活着条件 能在一起生活 基本上他的路路走 啥事都得听他的 没听到的吗 说太说的啥了 你说这 你也是大爷也是个男人 那个那个阿姨 你说太过分的能去 就人家想怎么咋的都不行 就要我说演员 听得不要 你这都丑得费呀 就你交朋友 你就交 咱们别说你交男朋友 你就交个女朋友 你不愿意丑的 你能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听孙大姐这么一说呀 刘大哥心里也不咋是个滋味了 他俩要是真结合 刘大哥就得言听计从 这点啊他可不太赞同 而孙大姐呢 更是明确表明了 对刘大哥不满意的态度 但人家孙大姐说了 虽然做不了夫妻 相识异常也是个缘分 该说的话呀 他还是想跟刘大哥说完 你想俩人说好了 那不是说得那么容易的 因为你也成过家 有受过伤害 我也成过家 我也受过伤害 彼此之间呢 都对这事特别能够 在我再找老公的话 我一定考虑好 我不能说稀糊涂 我去嫁给他了 完了到时候以后 我再打仗 我又再离婚 所以被离婚玩了 后来啊 孙大姐告诉红娘 说她拒绝刘大哥 最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刘大哥不爱表达 有些内向的性格 而这一点呢 跟他的前夫很像 现在想想 大姐觉得 当年前夫跟他之间 出现问题 甚至最终 前夫抑郁自杀 都是由于前夫的性格 太内向 不会和自己沟通导致的 孙大姐说呀 他这辈子性格级 脾气暴是改不了了 现在呢 再找另一半呢 就希望能找一个性格相似 办事齐了咔嚓的 咔嚓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